在股市中有很多迷思,很多专有名词 技术分析是最大宗 常常让人以为 学习了技术分析就能赚大钱 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去学习 最后成效依然很差 真正的原因处在学到错误的技术分析 以及学习方式没效率 这个影片主要会讲述 为什么要使用技术分析 从哪里开始学习最有效率 和推荐的技术指标及形态 这边会替你列出优先学习哪些部分 成效才会快 本期影片希望能让大家在学习技术分析方面 少走一些弯路 以下是我筛选一个东西 值不值得学习的标准 它必须要满足三点 多赚、少赔、省时间 只有这三项满足两项以上 我才会花时间学习 否则直接丢掉 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话 这个东西就没有学习的价值 没有效率 我们就是在做白工 并且做这些要能够优化我们的系统 让我们能够买债和卖债对我们最有利的点 以及控制住风险 大家好 我是瓦特 为什么要使用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是看图说故事吗 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说 是 最糟糕的是有一些技术分析 说多说空都合理 这种是学习技术分析绝对要避免的打击 但这个又是分析师最爱使用的 因为他怎么讲都是对的 有利他收回员 那既然是看图说故事技术分析就不用学了吗 以下是技术分析的用处 第一点好用的技术分析是很单纯的 在过去股票一两百年的历史里 技术分析会长的形态都长得类似 因为这个是供需法则 是人性 未来也将会一样 那这一切一切都不断的在重复着 所以我们学会去判断这个东西 能让我们更有可能去抓到下一次的机会 第二点提高胜率以及稳定胜率 当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技术分析形态的买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平均的胜率 再搭配我们平均的赚赔比 就能够让我们稳定的获利 第三点筛选股票 相较基本面来说 利用技术面筛选股票速度会快非常的多 我会先用技术面快速的在美股上万档股票之中 筛出我要的技术形态的股票 最后才搭配基本面来让我们提升更多的优势 第四点控制停顺以及停利 当然有人会利用基本面进行停利停顺 但我们知道基本面在美股是一季才公布一次 而技术图表只要开盘 一周就是开盘五天 所以当突发消息发生的时候 一定是技术图表会先反映出来 基本面一季才公布一次 所以先知道消息的内部人士 他在这三个月的期间 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这些偷偷进出的足迹 就会显示在技术图表上 所以我们利用技术分析进行停利停顺 相对会比较容易及时的处理掉风险 从哪里开始学习最有效率 学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开始我们学习股票的时候千万不要买头股干 有高手请直接跟他们学 不管是找他们的书还是直接去找高手本人 当然最优先的我们一定要排除掉那些没有料的人 比如说喜欢巴菲特的投资者 或是喜欢马克的交易者 喜欢哪一种投资方式都没有关系 只要下定决心就去学他们的技术 那我们要学到什么程度 最好是怎么买怎么卖 然后该买多少该卖多少 怎么选股怎么控制风险 最好把那一切全部的学过来 就算人家不教你 也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它 去看它的贴文 它公布的数据 甚至它思考的那些逻辑 把这一切全部都拿来研究 它虽然没有明讲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些数据里面挖到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那我利用这个偷学的方法 其实学到了非常多他们不会讲的东西 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去抄人家的技术很可耻 抄一个40年经验高手的技术 相对我们自己就少折腾40年 并且那些高手也都是这么抄来的 比如说马克 他是从青少年时期就一直扒着当时股票借的那些高手 他用各种方式甚至冲到现场去找本人 为这就是吸取他们的经验 不仅马克 很多高手他们所使用的技术 我们都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其他高手的名字 相较于自己从零开始摸索 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让自己建立了正确的观念还有技术的时候 我们再去延伸出自己的技术来 这样学习的效率才是最快的 那说说瓦特我自己的经历 刚进入股市前两年的时候 我什么都学 然后不管好的坏的我都学 学了很多错误的观念那最后当然就是赔大钱 一路自己默默埋头苦干了两年直到某次我发现了Mark 然后我才发现我花了很多时间所研究出来的技术 Mark早就用了几十年了 当时我还天真的认为说这个技术是我自己独创的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总结出来的经验 结果他三言两语就把这些重点全部说出来 甚至理解的比我还要更深入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埋头苦干这么久 不如一开始就直接学习他的方法 我马上就少走两年云荒路也少赔那些钱 所以即使我埋头苦干了四十年 我也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准 因为Mark他还跟很多高手去学习过 他站在很多巨人的肩膀上学习 他所省下的时间是上百年 而我一开始是从零开始学走路 趴在地上自己摸索 所以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不要觉得超会是学别人的 很可耻 尤其是设计系的同学常常会有这个障碍 请借用前人的智慧和经验 会烧走很多冤枉路 再来学习回撤 不管学习谁的技术 或是开发出自己的新技术 一定要不断的回撤 正是可行之后我们才可以投入使用 不可行我们就丢掉 不要拿自己的辛苦钱开玩笑 不管多小的钱 我们都要尊重他 挑选指标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市面上很多谎称胜率多高 前一个月就能滚出多少的 这些几乎都只是标题党 如果是这样 他的方式应该可以轻易的拿下美国投资冠军 而这些方法常常都会有一些致命的缺点 控制风险会让我们短期的获利变少 但长期的获利变多 可以在美国投资比赛上看到很多人 那些人可能第一个月就赚了100%这种非常夸张的绩效 但通常的结果是第二个月或是第三个月的时候 他们人就直接被淘汰掉了 所以绝对不要被短时间高获利的技术所吸引 这些方法通常都会有一些致命的缺点 当我们要控制住风险 相对短期的获利就会降低 这个是必然的 一个高手他中等的获利 但是他风险控管的非常好 他几乎不会赔到钱 那他中等的获利累积复利起来 他最后的获利是非常惊人的 而那一个月暴力100%的那些人 几乎最后都会被时间淘汰掉 所以高手其实并不是不会赚大钱 因为他知道长期下来稳定赚钱 不被淘汰掉才是根本 所以他会放弃赌博式的暴力 指标的胜率不重要 赚不赚钱与胜率没有太大的关联 而是胜率与赚赔比的搭配 这边提供一个胜率与赚赔比的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赚2赔1的时候 简单理解就是 赚是每次平均赚多少 赔是每次平均停损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赚赔比2比1的时候 也就是赚2赔1的时候 我们的胜率只要低于33% 就会赔钱 但相对的只要我们胜率高于33% 我们就能够赚钱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在各种的市场情况之下 我们的交易系统 他平均的胜率和他的赚赔 能够维持在多少 当市场很糟的时候 导致我们赚赔比失衡 或是我们胜率低于33% 我们就应该要退出市场 不再交易 勉强交易我们只会赔钱 而进场时机也是一样 当这个市场能够带给我们 高于33%的胜率 赚赔比2比1以上 我们就可以尝试进场交易 所以我们指标不需要去追求高胜率 市面上很多说胜率非常高的 通常都只是在某个市场情况之下 并且胜率高的通常他的赚赔比 相对会倾向于1比1以下 也就是偏向赚1赔1 所以当市场情况差的时候 不利于这个指标的时候 胜率高的这个优势 反而会变成我们容错率变低 因为这个指标主要是靠胜率在赚钱 而胜率在40到60%的指标 他通常对市场的适应性会比较好一点 他可以应付大多数的市场情况 所以选择指标 最首先我们要做的是 第一个 不要选择极端高或极端低胜率的技术 第二个 我们要测试长期以来 不管熊市还是牛市 他的胜率与赚赔比大概是多少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第三点 尽量在大多数的市况下 至少牛市可以参与到大部分 熊市也要有能力去避免参与 如果觉得内容不错 可以订阅分享点赞 追踪IG 感谢支持 有没有推荐的形态或是指标 首先先给各位看一个形态 Mark Miller-Mini 1997年及2021年美国投资冠军 Oliver Kiel 2020年美国投资冠军 以及David Ryan 1985年到1987年 连续三届美国投资冠军 前三位都是美国投资冠军 以及最后的William O'Neill 而William O'Neill就是这三位的导师 那这一个形态 其实大家好像似曾相似 国内外很多高手都在使用 都是从这个形态开展出来的技术 我们可以称它为VCP 或是杯柄形态 或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均线纠结多头排列 还是三角收敛 或是说趋势线突破 以上这些都是以这一个形态 为核心去延伸出来的技术 也许这边大家会有个问题 这么多人用了不就会失效吗 答案是不会 这个是供需法则 这个是人类心理学 从开始有股市的几百年以来 只要有人在 这个形态就会历久不衰 直到现在这个形态 依旧是不断的一直重复在出现 而且孕育出非常多个美国投资冠军 从David Ryan 1985年到2021年 Mark Miller Mini 都用同一套的形态获得美国投资冠军 而且大家各自从此核心形态中 发展出自己特别的买卖点和自己的一套系统 那可以看到瓦特我上一部的行情推验影片 买的股票形态其实也类似这一个形态 那结果上来看其实都还不错啊 到现在都还能够用 那成效依然很棒啊 不需要去担心很多人用就会失效 因为大家都会发展出各自的细节 所以我不怕把这个形态分享出来 那如果推荐形态 我会推荐这个形态 这是一个经过时间验证 并且经过几百年到现在依然有用的形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延伸这些技术 才会省时间 少走一些网路 个人是不建议自己埋头苦干 或是上网乱找 其一是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其二是常常会遇到一些致命性的问题 那再来如果推荐指标的话 其实我认为MA均线就很够用了 学习去判断K线的量价关系 还用MA均线去辅助 这样就很够用了 先把以上的专金 然后建立出一套系统之后 需要什么我们再慢慢添加 或是自己制作 不要一开始就学习一大堆指标 通常只会又累又没有成效 在股市中只有专金才会让你赚钱 学了一大堆指标的通财 不会赚钱的